五柳居 做这道敏菜的五种配料 切成细丝 摆在鱼身上以后 就像柳絮迎风 因此而取菜名五柳居 用料有草鱼750克 水发香菇10克 葱白冬笋10克 蒜瓣胡萝卜姜青椒洋葱适量 调料有酱油50克 香醋50克 白糖50克 味精胡椒粉湿淀粉芝麻油适量 做这道菜首先把姜拍破放在鱼身上 洋葱切成丝 胡萝卜切成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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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笋和香菇也切成蒜 蒜切成末 葱切成马蹄形 将鱼放入锅中蒸熟取出 撒上胡椒面 炒锅内放油 将切好的五种丝放入煸炒 加酱油 白糖 醋 高汤 用湿淀粉勾芡 高汤淀粉 炒好以后淋上香油浇在鱼的身上 上面撒上葱丝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 色橙五彩 肉质鲜嫩 味道酸甜可口 这道菜就做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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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道菜就做好了